我們今天看到了 這台這麼大的一台皮卡 可是剛剛說了 優勢就在於它是白牌哦 所以呢 據說雖然 我側面問到價格要300多萬 可是已經有很多企業主去詢問 是 沒錯 Marlene你覺得我們前面這裡 可以坐三個人 中間這個位置 它有一些變化性是不是很重要 對 沒錯 因為通常呢 有時候其實你不一見的會滿載嘛 那你還是會有些收納的一些需求之類的 譬如說以我們公辦來講 我們很需要一些 譬如說這個維修的這個箱子啦 跟一些零件的一些東西啊 對不對 容易掉的 放哪裡 終於我跟你說 來 把它打開 因為是坐墊下面 對 而且我們每一個坐墊下面 都有一個這麼大的空間 我只要把工具箱放下去 妥妥的 它前後都會卡住 很方便 而且裡面都是防刮材質 對 真的很棒 這個我沒想到 對 還有一個更棒的呢 就是我們後面的這個椅背 它是可以倒下來的 在你不用的時候 來 我只要拉這個旁邊 輕輕一拉 它把它翻下來之後 我們剛剛攝影機就放在這 對 它就變成了一張桌子 而且它這個地方還有綁帶 像我們如果是有一些貨運的需求之類 它可以把一些文件貨物夾 就夾在這個上面 那客戶簽證上面 對 比如說我已經送完這個貨了 我打勾就有個小桌子可以用 然後杯架啊 置物空間 這也可以放手機 我發現 對 這個非常的好用 對 那這個機能 我覺得感覺很多可以置物 放杯架 然後連這裡充電孔 然後一樣可以放手機 對 然後這裡的佈局 我覺得就挺熟悉的 而且我一個很喜歡的是說 它在它把這一個東西啊 它把這個排檔它抓到前面 那中間這邊就會浪出一個很大的空間 所以呢 因為我們在工程車 常常會靠壁停 因為工程車通常很多嘛 大家停來停去 我們會靠得很壁 這邊會下不去 那我們就可以從這邊下去 就是非常方便 對 這個真的是我們常常用到的功能 不然我每天在那邊爬 其實蠻累的 對 這個很重要 好 中間這裡進空 對 再加上這個 對 我剛剛瞄到了 是嗎 你覺得非常重要的配置 它竟然有後橋Lock 它代表在我們的那種大型工地裡面 有泥泥 你就直接給它開進去就好了 對 在挖土方的時候 你可以開進去都OK的 所以它會變成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重點呢 它如果後面載了很多的貨 我真的要去一些比較斜的地方 直線的地方你給它按下去 那個就可以非常輕鬆的上坡了 然後這些按鍵我個人很熟悉 因為它屬於VAG 我們剛剛提到了 對 然後布局 這些旋鈕 我自己覺得其實就是很順手 對 一目了然 然後功能 我覺得其實會不會你覺得越簡化越好 其實在工程車上面 所有的東西因為它會髒掉 對 它其實會容易會髒 所以它的污垢 清潔上面非常非常重要 它用這種材質我覺得非常好 你去給我包一個皮給我才會覺得很難過 這個Logo就表示不一樣 對 這個Logo看起來 現在又看起來越順眼 其實它是蠻旗艦的 對 定位 對 沒錯 因為這家MN這家集團 早期它本來就是做柴油引擎的 本來就是做這種重型機械的 所以它做這個車子不斷耐操 而且非常受全世界大家的這種歡迎 只要是客運的 或者是這種貨運的 或者是這種重車 都是用他們家的 而且它旁邊的這個地方 竟然有個很帥的標誌 我剛剛一直覺得這個好漂亮 有沒有 看起來 我們現在三個門都打開 它也會警示給你看 對 就是 其實不是那種單純貨車的感覺 因為它前面 如果我們姑且論材質 包皮革這些不講 其實它跟我們的Craft 基本上很像 對 沒錯 而且當然有注意到 我剛剛有稱讚它的淺色頂篷 就是它還是希望給你一個 比較舒適的感覺 對 然後上面這裡 哇 各種置物空間都有了 這個很適合我們放手套 或者長條的一些東西 非常非常適合 而且一些小格子之類的 放眼鏡 我就覺得非常非常棒 我一眼看到就覺得 女生啊 我上次不是說了嗎 有時候你的 化妝包嗎 沒有 或是小外套 小外套 對 圍巾 帽子 這可以塞我們施工的安全背心 其實也非常方便 對 從這邊拿非常方便 對 所以我們真的很樂見 就是說有人不斷地引進 在國外可能人家都有這樣的選項 是 沒錯 進到台灣來 現在也給一些企業主老闆 對